别以为自己还小,都五十岁的人了,匆匆走过半生,归来是一身疲惫,满脸沧桑,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,歪歪扭扭的,跌跌撞撞的,真的好心疼自己。 可是,路在南,还是要继续走,自己也没有退休,在中年的末端,上游老下游小,慢慢发现,七零后的家庭,多有以下几个共性。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我们的父母多半在农村,一辈子不退休,指望儿女养老。 许多父母在过去的年代里,生活条件艰辛,他们经常要面对黄土被朝天的生活。 仅仅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,就是他们的最大梦想,他们默默付出,辛勤劳作, 为儿女提供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父母逐渐老去,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变得不如从前。 对于七零后的人来说,赡养父母是一项重大的责任,也是一种经济负担。 虽然兄弟姐妹们可以共同分担,但是在现实生活中,照顾老人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,记得要订阅他,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,接着往下看吧。 我的一个朋友,他的父亲今年75岁,患有多种疾病,需要长期服药。 他的母亲也70多岁了,身体状况也不太好。 他们有三个子女,但是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,朋友们常常感到压力很大,他们需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,但又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。 在他们的家庭中,兄弟姐妹们虽然会吵架,但是在照顾父母的问题上,他们始终保持着团结和互相支持的态度。 他们轮流回家看望父母,带父母去医院看病,帮助父母打扫卫生等等,虽然生活很忙碌,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。 然而,他们也常常感到无奈和无助,他们需要平衡自己的家庭和工作,同时也要关注父母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。 他们希望父母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,但是他们也知道这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。 在这个问题上,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,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的责任和义务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生活和梦想。 我们需要寻找平衡点,尽可能地在照顾父母的同时,也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关注社会对于老年人的支持和照顾。 政府和社会应该提供更多的养老服务和医疗保障,让老年人在晚年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,这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的压力,也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。 最后,我想说的是,我们应该珍惜和感恩我们的父母,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很多,现在他们需要我们的照顾和支持,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照顾和关爱,让他们在晚年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我们为了孩子的未来,慢慢进城了,消耗了一大部分积蓄。 董藩教授说过,进入大城市,就为下一代的发展,创造了一个好的环境。 董藩教授的观点,在一定程度上,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家庭,为了下一代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做出的努力。 确实,许多七零后的人们在城市中购买房产,为的就是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。 这个决定并非一事,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。 然而,对于这些七零后的人来说,为了下一代的未来,他们心甘情愿地付出。 我认识一个七零后的朋友,他在城市中购买了一套房子。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,他和他的妻子在购买房产后生活变得非常节俭,甚至需要削减一些必须的开支。 他们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忙照顾孩子,而他们则继续在外打工,为的就是还清房贷和维持家庭生活。 这个过程对于他们来说非常艰辛,但他们始终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。 他们的孩子在城市中得到了更好的教育机会,结交了许多朋友,并且在各种机会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。 这个朋友告诉我,他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,因为他的孩子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未来。 当然,也有一些70后的人在买房的过程中负债累累,他们为了买房而借债,甚至到了50岁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。 然而,他们依然坚信着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,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工作,一定能够还清债务,并且为家庭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也得到了许多支持和帮助,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们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支持和鼓励,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 同时,社会也提供了一些政策和机会,帮助他们减轻经济负担。 总之,为了下一代的发展,70后的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,他们的付出或许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困难和挑战, 但他们始终坚信着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,他们的努力和付出也为下一代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机会,让他们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。 我们小时候想当科学家,如今最大的成就就是当了家长。 小时候,我们总是怀揣着无数的梦想,期待着未来能够成为伟大的科学家、数学家甚至是航天员。 这些梦想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。 然而,随着我们逐渐长大,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梦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。 我们开始面对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,比如升学、就业、生活等等。 我们开始发现,小时候的理想已经被现实所侵蚀,甚至开始变得模糊和迷茫。 与此同时,我们的父母也总是鼓励我们读书,告诉我们不读书,就去打工之类的话。 虽然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,但是我们却能够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。 他们也知道,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。 但是具体的方向和道路,却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和选择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开始逐渐意识到,走出农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我们需要有具体的人生规划和目标,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和特长,并且不断努力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。 我们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玩耍和调皮捣蛋的小孩,而是需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们需要为了自己的家庭、社会甚至国家去付出努力和汗水。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不断面临着挫折和困难。 但是我们始终相信,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,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我们也始终相信,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,才能够真正获得成功和成就。 小时候的理想虽然已经变得模糊和迷茫,但是我们依然有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。 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,也需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义务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,也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。 我们也变成爷爷奶奶了,一转眼就老了,有点心酸。 有一首老歌,时间都去哪儿了,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,柴米油盐半辈子,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 起初,听人喊爷爷奶奶很不习惯,但是喊的人多了也就习惯了。 都五十岁的人了,做爷爷奶奶也是正常的。 倒是有人喊帅哥美女的,觉得不太自在,做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 一大早起来,照镜子都有些心酸,岁月的痕迹太明显了。 和年轻人聊天,都有些格格不入了,似乎不是在一个频道。 我们说家乡情节,年轻人不太明白,我们说农村生活,年轻人没有精力,年轻人说游戏,我们很懵。 好怀念年轻时光,头发很多,劳累一天,休息一阵子,马上就有活力了,不怕失败,大不了重来。 我们外出多年,本想回农村养老,可是老家回不去了。 对于许多七零后来说,年轻时为了生活打拼,往往选择离开家乡,去大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。 而在打拼的过程中,他们也攒下了不少积蓄,到了退休年龄,很多人会选择回到家乡,修建新房子,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。 回到家乡后,他们也许会发现,农村的新房子多数都是锁起来的,长时间没有人居住,门锁都已经生锈了,门口的野草长的茂盛,房子里也是空荡荡的。 这是因为,很多农村的年轻人都已经离开家乡,去城市里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,而留在农村的往往是老年人。 回到家乡后,也许会发现交通不便,医疗条件相对落后,村里也没有年轻人,氛围不够积极。 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城市里养老,而不是回到农村。 但是,对于一些七零后来说,回到家乡养老,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,把农村的房子修缮一下,重新装修一下,让它变得舒适宜居。 他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积蓄,投资一些农业项目,或者开设一些小店,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。 回到家乡后,他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,帮助当地的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,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。 总之,对于七零后来说,选择回到家乡养老,还是继续漂泊在城市里,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。 无论选择哪种方式养老,都要积极面对生活,享受生活的美好。 我们现在开车出门,存款万元,这在小时候是不敢想的事情。 小时候,我们坐拖拉机出门,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 就是几千块的拖拉机,不是一般人可以买的。 村里的万元户,少之又少,也令人羡慕。 村里也很少有电话,写信是很重要的事情。 山里的公路,都是沙子路,颠簸得厉害,灰尘很大,坐车都要捂住口鼻。 不知不觉,很多同龄人都有小车了,用上了智能手机,这在当初是不敢想的。 自己家,不说几十万。 万元存款是有的,可是,现在有一万元,觉得太寒酸了,并没有骄傲感。 记住,看清自己的家庭现状,不要自怨自艺,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。 五十岁,是下半场的起点,不是人生的终点。 未来的一段时间,根据工作情况,留下一定的存款,要有退休金,不要等老了,还到处打工。 儿女成年了,少管给自己减压,也让儿女早点独立。 继续孝顺父母,留下好家风,别因为父母穷困,就百般嫌弃。 故乡回不去,就算了,哪里的黄土不养人,一乡的月亮,也很圆。 更珍惜夫妻情分。 两口子相伴,总是有一个像样的家。 走了很远的路,还及时留退路,才能余生安稳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